如何让儿子实现车离子自由 分量的抹茶粉就可以搞定了 用两个绿色来拉出层次 这馅儿嘛还是用它爱吃的 奶黄馅儿吧 搓成个小鹅蛋型 屁股上得压个狼 再点个小黑点 哎差不多 顶部嘛就搓个洞 再修的不规则点 身上再点点自然的痕迹 嗯像 其实复杂的 是那个饼 先做煮干 再捏的粗膝不一样一点 饼上有那个褐色的嘎巴 这个头上的颜色要浅点 身上也有一些伤 刮毛点比较真 每一处的细节我都不能放过 再做一些细饼 三次混合搓成个钉子形 头上有一片浅绿 再按个细刺 再拼到另一个细汁上 两个一组 就是葡萄被揪掉的样了 还有三个一组的 再搓个粗饼 搓到葡萄上 也弄成一些组合 现在就可以组装 成一串了 这每一处的衔接啊 都要捏紧 手速还得快 不然这传点 干了就捏不上了 调整一下造型 外面再刷层油 就可以一甲乱争了 啊天呐 作业大一项老板 我自己都服了 中国的船民手艺 太厉害了 拿车离子捏起来 应该也不难 这红里透黑的颜色 就用红取反和深黑可可粉来调吧 嗯 这就需要三个颜色来复刻了 它的馅嘛 就用蓝莓酱来炒吧 这个皮嘛 两边黑 中间红 捏得韵染开 舔上馅 先搓远 顶上戳个洞 压一个生草 哎呀我来对比一下细节 嗯 差不多 是这样 屁股上有一个小结巴 结巴上还有个小洞 已经很像了啊 现在开始搓它的细长饼 绿棕两色拼 车离子的顶部 填个黄绿色 再把这个饼啊 尝上去 哎呀我模仿的这颗饼都棕了 不过像 还是超级像的 这么一盘摆在一起 不管是远看 还是近看 上下看 还是左右看 都不但能看得出来是假的 即便它吃一口发现了 这酸甜香脆脆的口感 也能满足它啦 葡萄的奶香奶香的 也好好吃啊 赶紧的摆插机上 看看它的反应 有谁给我吃啊 哎呀 正好悠的有咳 嗯 你是对的 害脏吧 我都没看出来 你怎么把揪下来的做得这么像 那是 嗯 这个肯定不是假的了吧 还就是 好吃吗 嗯 我拿来了 虽然我说一颗 换你五颗 但我这个 可是米歇餐厅的精品 一颗有好几百呢 别以为你亏了啊 其实你是撞了呢 去吧回家吧 哎呀你那个是假的呀 艺术品啊 也能量好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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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